为什么像海王一样的王一博表现得像个当代唐僧? 说起王一博被称为海王,估计没有人会反对。 因为他确实符合海王的标准。 王一博有着迷人的外貌和出色的气质,就像海洋一样深邃而神秘。 他的形象常常展现出一种沉稳和自信,就像海王掌控着大海的力量一样。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镜头前,他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吸引力和魅力,深深吸引着粉丝和观众。 他的海王属性可谓爆棚,令人难以抗拒。 王一博的帅气无疑是他成功成为海王的标志。 王一博的外貌容貌不仅让人心动,还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,仿佛能够活血化淤。 只需要偏一眼他的容颜,就能感受到心旷神怡的美妙,多看一眼,一切都变得顺心如意。 王一博的裤架可谓是他个性的代名词。 他展现出的冷冽坚毅和个性张扬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酷人。 一旦展现出他的裤架,整个气场都变得凛冽逼人,充满了冷气的氛围,普通人都不敢靠近。 当王一博的鹰眼扫过,无论是谁都会屏住呼吸,生怕呼出的热气会融化这座冰山。 王一博的拽架可以分为虚拽和实拽。 虚拽指的是那种张扬自我,喜欢炫耀的表现,可能会纹身以显示个性,喜欢用不太恰当的问候方式,总是不断地吹嘘自己。 而实拽则完全不需要这些花哨的修饰,只凭实力说话。 就像西游记中的唐玉帝一样,他只需要坐在树根下,实力就会迅速膨胀,化作五彩祥云,令其天大圣都感到震惊,不禁称赞自己选择了一个出色的领导。 王一博的拽架也是如此,他不需要夸夸其谈,他的实力和才华已经足够令人折服。 他用实力证明自己,无需过多修饰,仍能吸引众多的粉丝和关注。 他的实拽让人肃然起敬,真正成为了他的独特魅力所在。 王一博展现出了实拽的多重才能。我们可以数一数他的才艺,赛车,主持,滑板,演唱,跳舞,演员等等。 几乎所有他涉足的领域,他都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和能力。 不论是什么领域,王一博都能脱颖而出,成为翘楚或是位居前茅。 他的赛车技术让人惊叹,他的主持风格充满活力和魅力,他的滑板技巧令人眼前一亮,他的演唱和舞蹈才华令人动容,他在演艺领域的表现更是备受赞赏。 无论是舞台上还是荧幕前,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,让人为之倾倒。 王一博的实拽不仅体现在他的多重才能上,更体现在他的努力和付出上。 他不断追求进步,不断挑战自我,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和价值。 这种实拽的态度不仅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,也赢得了业界的认可和尊重。 撩也是王一博的绝技之一。 他拥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,能够用简单的动作和表情撩动人心,使人心神荡漾,无法自拔。 只需他挑挑眉,扭扭嘴,就能让人陷入迷惑和迷茫之中。 这种撩人的实力,让人不禁心生敬佩和羡慕。 王一博的撩技不仅仅是对异性的吸引,更是他与粉丝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的重要方式之一。 他善于用真诚、温暖的互动,拉近了与粉丝之间的距离,让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他的关怀和温暖。 王一博凭借其帅、酷、拽、撩等多重属性,展现出了真正的海王风范。 他的才华、魅力和个性使他成为了众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和追求的对象。 无论是在演艺事业还是个人魅力上,他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实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。 王一博之所以被形容为现代唐僧,可能是因为他在演艺圈中以正能量、真诚和善良的形象著称。 与传统的海王形象相比,他没有过多的争斗、权谋和世俗的纷争,更注重内心的修炼和对他人的关爱。 尽管王一博在表演和艺术上展现出了出色的实力和多重魅力,但他并没有追求红尘中的功名利禄,而是更专注于个人的成长和对社会的贡献。 他以真挚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粉丝,传递着积极向上的能量和正面的价值观。 而海王形象中的渣元素通常代表着狡诈、冷漠和自私等负面特质,与王一博的形象有所不同。 他更倾向于展现人性中的美好和温暖,用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传递积极的能量给周围的人。 所以,尽管王一博具备了海王的几大要素,但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,更加注重个人的修行和传递正能量。 这也是他为什么活成了现代唐僧的原因之一。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力,以独特的方式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偶像和榜样。 王一博以其真诚和善良的性格而闻名,他不扎,不自私,不会以损害他人利益未乐。 他在处理人际关系和感情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成熟度。 他注重与他人的交流和理解,尊重他人的感受,并努力为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。 王一博以其真挚的态度对待工作和生活,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实力获得了人们的认可和喜爱。 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中展现出了出色的才华,同时也通过公益活动和慈善事业回馈社会,体现了他的善良和正面价值观。 正因为他不扎,不自私,王一博赢得了广大粉丝的支持和喜爱,成为了一个备受尊敬和崇拜的偶像。 他的行为和品质也给人们树立了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,鼓励大家追求真善美,用真心对待他人,并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。 王一博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现了他的真诚和坚持。 他在街舞比赛中送队员一双昂贵的鞋子,体现了他对团队的关爱和支持,不计较金钱的回报。 他以免费的行事分享年终总结局,是出于对粉丝的感激和回馈,而不是为了谋取利益。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并以实际行动支持慈善事业,用真金白银的方式给予帮助,展现了他的善良和正直。 他的态度和努力使他赢得了胜利和尊重,他通过自己的双手和才华走向成功,没有借助任何诡诀的手段或虚伪的诱惑。 他以真实的自我和真诚的付出,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和敬佩。 王一博的行为和态度成为了他的独特魅力和成功的基石,他的做法也鼓舞着人们追求真实,坚持自我,并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和他人。 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艺人和人格典范。 王一博的责任感和担当确实令人敬佩。 他在尼尔森中途退赛时选择支持和理解,而不是阻止对方回家,展现了他对队友和个人选择的尊重。 他愿意承担失去议员大将的后果,体现了他作为队长的责任感。 在乐华一十二周年的表演中,他本可以选择跳他熟悉的舞蹈舞感,但他却决定为了观众带来不同的惊喜而感制新舞蹈。 他不想辜负观众的期待,用炫目的表演和精彩的舞蹈注入了每个舞台独特的灵魂。 这展现了他对舞者身份的责任感和对艺术的追求。 王一博在《长空翻车》事件中展现了作为演员的责任感。 尽管出现了问题,其他人都在关心他的安危,但他却坚持要重新拍摄一条,承担起重新拍摄的责任。 这显示了他对自己角色和作品的认真程度,以及他对演员职业的敬业精神。 此外,王一博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也表现出成熟和冷静。 他不会利用感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,无论是对待同事还是粉丝,他都保持着一种平和和理智的态度。 在《天天向上》中,当雨风哥握手的名场面出现时,他保持着冷静和镇定,仿佛身边的美女只是人形道具,他不为外界的诱惑所动,始终保持平稳和从容。 这展示了他对自己的情感的掌控和对外界干扰的抵制能力。 王一博以不宠粉的态度著称,他认为粉丝是陪伴他一段路的人,而不是应该被宠溺和依赖的对象。 他告诉粉丝不要只喜欢他一个人,而是可以喜欢其他人。 这种态度显示了他对粉丝的尊重和对多样性的认可。 然而,尽管他不宠粉,他却关心粉丝的安全,并在需要的时候提醒他们注意。 他会故意侧过身体,方便粉丝拍照,展现出他的关心和体贴。 他从不通过花言巧语来讨好粉丝,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和实力给粉丝带来期待和感动。 在王一博的认知中,如果他不能全力保护粉丝,他宁愿放手让他们自由。 如果他不能为粉丝增添色彩,他一定会为他们喝彩。 如果他无法进入粉丝的内心世界,他就会不断打磨自己,成为一个闪耀的存在。 这展示了他对粉丝的真诚关怀和对自身成长的追求。 王一博以真心实意,坦荡大方的态度为人处事,他对待自己应付的责任毫不推卸,同时也尊重他人应有的权利和空间。 他心中有着一定的准则和原则,凭借这份准则,他能够明辨是非,不越过底线,也不允许他人越过他的底线。 这样的王一博与所谓的扎毫不相干,他展现出的品质和行为证明了他的高尚和正直。 另一种可能是,他正在等待着一个特殊的人出现,这个人能够给他带来眼前的明亮和心中的温暖,使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成为最幸福和快乐的存在,就像海洋里最美好的鱼一样。 这种等待并不是消极的,而是对真爱的期待和追寻,他愿意为这个人而保留自己的海洋,让他成为一个独特而美好的地方。 无论是怎样的可能性,王一博都展现出了他的独特魅力和内在的价值观。 他的真诚和坚守使他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和榜样。 这种感受和想法是你对王一博的独特理解和情感体验。 他在你心中成为一位非凡的存在,他的海洋只为一个人而波澜,这显示出你对他的特殊关注和喜爱。 每个人对偶像和喜欢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理解,这些感受是基于个人的观察和体验。 你通过引用《怦然心动》中的经典台词,将自己对王一博的感受表达出来,形容他的独特魅力和他在你心中的特殊地位。 无论是海王属性还是现代唐僧的角色,王一博在你心中都有着非凡的魅力和影响力,他成为了你眼中的彩虹般绚烂的人。 这种独特感受和认可是你对他的特别赞赏和喜爱的体现。 王一博作为一个艺人,不仅仅因为他出色的演技和颜值备受关注,更因为他独特的魅力和真实的个性而受到粉丝们的喜爱。 他在演艺圈中展现出的海王属性让人惊叹不已,他的帅气、酷尽、拽尽以及他对责任的承担都让人印象深刻。 与其他明星不同的是,王一博不追求花言巧语和虚假的形象包装。 他用实力和真诚赢得了粉丝的心。 他对粉丝的态度既温暖又坦诚,从不重粉但始终给予关心和支持。 他始终保持着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态度,以真实的行动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和信念。 王一博不仅在艺术表演上有出色的才华,而且在公益事业上也表现出真金白银的付出。 他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,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。 他的努力和责任感让人钦佩不已,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艺人,更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榜样。 对于王一博来说,他的海洋只为一个特别的人气波澜。 他的专注和真心,让人感受到他对事业和生活的热爱。 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创造出美丽的艺术作品,同时也用真诚和责任感影响和启发着粉丝和观众们。 王一博作为一个艺人和公众人物,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真实的个性,他的海王属性让人赞叹不已。 他的努力,才华和真诚赢得了人们的认可和喜爱。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海王,同时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彩虹般绚烂的存在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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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